本文转载自中国之队公众号中国的男足各国字号队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每个队里几乎都有一个大宝,有二三男足的大宝是饶军胜,笑起来眯眯眼,剁出一颗小虎牙,不笑的时候看上去又有点快乐。 乖,一脸认真,这样一个大男孩,早已是中国有二三国家男子足球队的一员老将,为国征战,一往无前,杜罗河口又我的足迹,国字号,O5M,摸在位于围方的鲁能足校一号场的走廊里,展示着不同年龄段出自鲁能轻逊,又在之后的足球道路上,有着出色表现的队员照片, 其中有一张是当时的U17T对厨房葡萄牙时的合影,大宝在第一排,厚厚的刘海,一脸之气,怎么看都比别人瘦少了不少,照片被展示在走廊里,大宝并不知情, 但他看着照片上的自己,回想起了不少故事,拍着张照片时,他已经在足校待了近七年的时间了,十岁的大宝被爸妈送来足校时,足校的条件还没有现在这么好, 大宝说,当时是上下铺的铁床,一层只有一个洗手间,到了冬天也要用凉水自己洗衣服,时间长了也都过来了,看着现在的报道和照片,视频, 大宝一直在感叹现在的装修真好,条件也真好,来到文芳之前,全家人都没想到大宝日后,会成为一个职业的足球远动员,只是想着踢球能锻炼,升起, 而且,少年时候的大宝一直成绩不错,之前也有报道,说过他的英语很好,看到过他与外交用英语自如沟通的样子,于是想让他当面秀一段, 但他却谦虚的说,其实我的英语就还可以吧,最近比赛多也没怎么看,还有人报道,我学普语多么多么认真,现在也是好久没机会说了,差不多都忘了, 你看,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他就是一个乐观向上好青年,训练和比赛的间隙还不忘学习,给自己充电, 但他却解释道,毕竟是靠脑子踢球的,多动脑子学些东西还是有好处的, 不过学一样东西,我觉得还是看你喜不喜欢,一般喜欢就会很认真,很投入。 2014年,在足晓待了8年,大宝有机会来到足球氛围浓厚的葡萄牙,坐落于堵楼河口的李斯文, 见证了大宝的成长与成熟,当时一去到那里,就感受到人家对于足球的一种态度, 人家可能条件也不是很好,站在球场上的态度和投入,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至于谈到现在依旧有不少的孩子,梦想着去更高更广阔的天地开拓视野, 希望去到国外得到更好的培训和寻常。 大宝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坚持自己想要的,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 然后就要融入他们的生活,去学习他们对待足球的方式。 在国内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中国123国家男子足球队3比2战胜伊朗, 就在赛后,中国队正式确定了出征,2018亚加达亚运会的20人名单, 名单正式公布时,每一名队员的资料卡上,都会被驻上所在的俱乐部, 山东鲁能泰山贡献5人,是至格无伤的橙色荣耀。 出征亚运会之前,鲁能泰山对主教练李肖鹏指导, 曾叮嘱他们,去了就要好好期,这是为国征战,要对得起胸前的国旗, 而他们也是这么做的,亚运会首场比赛,大宝贡献一个进球, 第二场又跟队友们一起3比0完胜对手,提前锁定一个出现的席位, 每次为国征战,卡上赛场的那一刻,大宝的眼里都闪着光, 他说,代表祖国,参加比赛,这是所有运动员的梦想, 你的身上汇聚了阴暗关系的眼神,赤诚之心,千里可见, 乐天派打不倒,天蝎做不服输每次见到大宝, 他都是微笑着跟所有人打招呼,训练结束后, 他收拾好自己东西的同时,还会帮队一和其他工作人员搬搬东西, 他时常会跟队友们开玩笑,我可能给别人的印象, 就是开开心心,没心没肺的, 其实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更喜欢一个人, 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比较开心, 不想把负能量带给大家, 但是在幽二三要求的最后一场比赛结束时, 大宝发了脾气,那天比赛的第三分钟, 大宝就为中国对手开记录, 所有人的热血一下被点燃, 小伙子们也在场上干劲失足, 但比赛的过程坎坷屈折, 中国对遗憾失利, 无缘淘汰赛, 年轻气少的大宝赛后, 压制不住内心的愤懵和急躁, 想要发泄自己的怒火, 这是一件让人特别遗憾的事情, 因为这毕竟是代表中国参加亚洲反而来的大型赛事, 还好那天有教练拉着我, 当时却是比较气愤, 那种感觉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一直在心里记着, 赛后与其他小伙伴一样, 大宝对自己也进行了反思, 还是不够成熟, 还是自己的能力不够好, 没有特别强大, 所以我们还需要提高自己的能力, 但是遗憾和伤感没有让大宝停滞不前, 从那之后, 有二三国家队的每次集训期间的热身赛, 大宝都有进球入战, 那次对于我们来说, 更多的是一种动力, 我们现在更珍惜一起比赛的时间, 也希望取得更好的成绩来弥补上一次的遗憾, 三月在西安, 大宝红出世界波, 六月在万州, 大宝点球破门, 八月在苏州, 大宝第一季任一球, 让对方门将毫无交价之力, 而前几天结束的亚运会第一场雨动低吻的比赛, 刚开场大宝先是开出脚球, 助攻张玉宁投球破门, 又在上半场临近结束, 又一脚远射攻破对手城池, 远射, 世界波, 定位球, 这似乎是大宝最擅长的进球方式, 但他却说, 这一切都是归功于苦练, 可能平时在俱乐部, 训练完会跟金哥金进道, 一起加练, 最近练的比较多, 有了进球的感觉吧, 因为自己身体素质不是很好, 于是就会加练一些脚法上的东西, 比如远射, 任意, 球这些, 问他有没有刻意模仿谁拔任意球的方式, 他回答, 并没有模仿, 练的时候会找最适合自己和自己拔起来最舒服的方式, 至于世界杯那些精彩的任意球破门, 大宝看了好多遍, 人家都是世界级的, 是打神, 那是我的目标啊, 其实这次激训前, 大宝心里有些郁闷, 相比于这个赛季刚开始, 大宝最近在俱乐部的出场时间稍微有些缩水, 大宝低着头, 有些自责, 离指导李肖鹏一直很信任我, 但我的表现有点不复他的信任, 哎, 还是能力有所欠缺, 但排起头, 他又很坚定, 完善自己, 没别的可做到, 调整好心态, 提高自己的能力, 他讲了连赛几场以来, 自己的心理变化, 有几场比赛表现不好时, 至于和卖骂接踵而来, 有些人说得很难听, 但我自己想的就是好好努力, 争取表现更好对得起相信我的人, 在俱乐部, 哥哥们时不时都会给大宝生活和踢球方面的帮助, 他们都很友好, 所以我也很开心, 他们都很照顾我, 尤其是队长豪俊敏, 不仅是与盗宝搭档最多的伙伴, 也是一时一游的兄长, 三哥豪俊敏一般在场上不会说什么, 都是鼓励我们, 但下来之后, 如果我状态不好, 有一些失误, 他就会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之后需要怎样赶进, 李肖鹏曾代表中国国家队增长或世界杯, 豪俊敏也已经为国效力尽其时长, 盗宝曾无数次在心理立下誓言, 他们都是目标, 有这么好的榜样在身边, 对我来说就是动力, 争取以后我也能达到那种高度, 啥不自我的让我更强, 娃娃脸总有一天变身大魔王, 最好的朋友莫过于, 我的Cook你都能唱大宝的性格好, 朋友多, 但是最深厚的革命友谊, 还是在鲁能足小和葡萄牙流洋时节下的, 现在这支U23国家队中, 没事好, 陈哲超, 刘扬, 李海龙等人都是大宝那时候的伙伴, 但是鲁能那几个一起去的, 虽然不住在一起, 不在一个球队, 但都在一个城市, 在李斯本, 校围是在布尔图, 没事我们会在一起吃吃饭, 聊聊天, 交流交流生活和比赛, 那运会两场小组赛, 大宝和维士豪赛前, 都在更衣室里研究了进球后一起庆祝的动作, 果不其然, 第一场两人双双进球, 第二场维士豪进球, 助攻, 表现堪称完美, 虽然两次进球后的庆祝动作最终没在电视转播里呈现, 但是通过比赛图片也能可见一斑, 两个活宝儿虽然在外人看来调皮爱闹, 但是训练的时候与所有队员一样极其认真, 赛前就预想到会进球, 足以见的两人的自信, 心理作用很重要, 每次赛前商量的时候, 我们俩都觉得不是我会进球就是他会进球, 这次做的是林佳德和伯格巴经常做的一个, 觉得这个比较好玩, 就像是仪式, 但没想到没播, 不过在U23亚洲, 飞第一场与阿曼的比赛, 下半场进行到第53分钟, 大宝的左路船中助攻, 为是壕头球破门, 两人的庆祝动作完完整整地被展示了出来, 那个球正好是我传给他的, 那天也赢球了, 就比较开心, 翻看大宝的社交网络, 十月份他自己的生日时, 他总会筛出为是壕送的生日礼物, 和两人一起施发的照片, 而四月份为是壕的生日, 他也总是发一张两人的合影, 送上一句生日的祝福, 这几年几乎没有变过, 在更衣室, 大宝说为是豪贵带着音箱放歌, 有时也会征求大宝意见喜欢听什么歌, 记得有这样一篇报道, 说是罗伊斯和格策都喜欢Justin Bieber, 两人就一起研究后放了他的歌, 于是, 把大宝和小维的二人, 比做罗伊斯和格策这件事, 让大宝又是笑, 又是点头, 嗯嗯, 可以的, 不论是颜值还是球技, 当然更多的是快笑, 但随后他又补充道, 我俩性格还是挺不一样的, 比较互补, 对于小维最近状态火热, 大宝也说道, 这几场他的表现, 都在他的实力范围以内, 我也相信他, 聊起好友, 大宝全程都无比轻松加愉快, 只有最后, 变得深情了也更走心了, 希望我们可以越来越好吧, 不管事业还是生活等等各种琐碎, 都希望可以越来越好, 走向更高的平台, 我也相信他未来可以成为中国最好的球人之一, 不管发生什么, 都陪着呢, 莫愁, 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月, 你好, 我们都好, 国内两场热身赛和要运辉比赛的期间, 中朝连赛战火依然, 大宝也会关注俱乐部的表现, 开完比赛, 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他跟金哥精进道, 总是很同步, 金哥加略, 就带着我加略, 金哥见世界波, 我之后也进了个世界波, 金哥进了头球了, 我啥时候也能进个头球呢? 那么我们来跟武奖竞猜吧, 下一个进球会是什么方式呢? 下一个进球后的进驻动作会是怎样的呢? 下一个属于中国足球的荣耀时刻, 是不是就在这届亚运会呢? 等待着大宝和他的队友们给我们揭晓答案, 北京时间今晚八点整, 中国队将在药运会篮子足球项目, C足小组发, 自最后一场比赛中迎扎阿联球队, 文章作者, 陈一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